什么样的货给他们看的话 一块南奇的一个料料子 就整一个的话就直接就 冰冰透透对穿了的 你看这灯上去的话 它那种冰感胶感的话就出来了 一抹金丝绿在这里过来 就大冰料子 你潇洒了吗 坐下坐下 那个料子不行 那个料子我也是跟他说过了 不行的 我没办法的姐 我都帮你说了 有没有好好跟人家讲 讲了已经讲了 有没有帮我说好话 姐放心 不是朋友的嘛 我也是那个什么说 结束费的我也不说了 真的我也不扣你的 我已经很努力帮你了 真谈不了 没谈下来 咱们今天的话是过来拆帮 我封了一个料子 我给了33万 然后他今天跟我打电话 给我说 鸡鸡人家不卖呀 不行 咱们就过来看一下 这个料子他也是说过 开箱也很大了是不是 完了也是明明白白了 已经明了了嘛 就是因为明了 所以我给的价格 我觉得可以了 你说就是不是 来就没有果心嘛 果心就价格的话 一点太低了 他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帮你堵了 所以这价格的话 还要再高一点 对啊 没有风险的东西 对没有了 但是我就看那么多了 你看一下 你能不能帮我 好好去谈了 真的不行啊 姐我真的 我已经很努力帮你了 我拆拆了 我拆拆了 不用不用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好消息吗 下次你就说很好了 姐姐你过来拿料子 我过来拆包 真的 我也是常买的姐姐 我跟她 下面下面她喝了很久了 都添淼了 真的 没骗你 我带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料子 我给了33万 什么样的货给33万 一块南奇的一个料料子 你看这边 看到没有 就整一个的话 就直接就冰冰透透对穿了的 你看这灯上去的话 它那种冰感焦感的话就出来了 而且这料子这个面的话 它是轻微抛过一点的 就是它抛光起货的话 更提了一些种 看到了吗 一亩金丝绿在这里过来 哇 就大冰料子 圈种料子的话 毛毛你刚也说了 没什么风险 但是它也没有什么就是 空间了嘛 更高的一个空间也没有了 所以33万的话 我就是差不多了 在家的话 我也跟他说了 差不多了 可以卖了 兄弟朋友 让我一直去他 我卖嘛 在家的话就 我就没有意思了 我拿回去 我也要有空间 是不是 我还要赚一点的嘛 就给你就吃饱了 姐姐吃什么 姐姐饿死了 姐姐你说的那句话 我也说过了 哎呀 这没办法的 再加一下嘛 我跟他再享用一下 家的话 这种钥子 你做个收藏 真的是利货 很有面子 是不是 家的话就真的不考虑了 毛毛 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货 有货的话 姐姐给你看一下 合适的话我收一些合适 总不能搬来一趟 这样就不加了 好吧 不是吧 我自己的料子是有的 麻烦看一下 对 这是我的货 全部都是你的 对 这个 房女的 朋友的 朋友就不看了 来嘛 房女的又是我的一样 很一般的 这个货 这个货的话 棉有点重啊 看到没有 棉重 这你朋友的 朋友在这儿 我收一点你的 好吧 来小料子啊 这边的话 冰冰透透的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些底色 有一些裂啊 有裂的话正常 但是咱们的话 可以做些小挂件嘛 牌子挂件料啊 品质都到位了 品质都到位的 来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个带一点底色嘛 它这底色的话 也比较漂亮一点啊 有点蓝绿蓝绿的那种感觉 也是牌子挂件料 这也是带底色 你这批货的话 都是一些小通货嘛 对 小小 我给你全部收了好不好 可以的姐 今天 这个没有拿着嘛 你不帮我好好谈 我怎么拿着 买的也是空的 回去也是空的也不行嘛 是不是 打包可以的 打包姐姐给个价格便宜了 这个 全部打包嘛 打包的话 三万嘛 全部打包三万 三万的话差不多八千一个 打包还那么贵 嗯 再看看 都是豆瓶制的嘛 都是过万过万的 放心 三千一个 打包 有来的 哎呀姐 我拿回去我也得分一下价格 你看这个就稍微差一点嘛 是不是 这个的话要棉重一些 水淋淋水汪汪的呀 这个的话要更冰更厚一点啊 这个的话我都三千勾勾给了 这些的话嘛 是不是还可以 这两个 三千一个嘛 三四的话就一万二嘛 一万二 差不多了嘛 姐 这种药子随之便便 还得五六千五六千 你看两三万的话肯定买一大 这太低了 六千五六千 你要说这个这个的话是可以 对不对 但是我回去要打一下 像这个的话 那三千的话差不多嘛 绰绰有余是不是 对 现在我跟你说 现在的话你也知道 这个 这种货的话 现在那些同行老板 人家也很少买 对不对 这种货的话也就是姐姐她 会去放给税友们 做个小挂件什么的 去戴一下自己佩戴自己玩一下 现在大家都是去买高货去了 好不好 做普通货的 是不是 我再好几间吧 这样吧 再加一点嘛姐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一个加五百 不要跟我再挠 一个加五百 然后就让你多赚一点好不好 你也是已经到大老板了 加了这几百块钱 加了几千块钱加嘛 那就差不多 一万四嘛 一万四 然后我就打包了 这你的料子嘛 对不对 姐姐给你打包走了 你要说一个一个去卖 你还要卖多久都不知道呢 我这是打包 这个你看嘛 直接 我不看 快快快快 快一点 慢到小料子 这个你帮我再好好 躺一下 餵一家 33可以了 加的话真的不加了 冲不了了 这样不加的话不可能吧 我说了 你要是你要把姐姐给饿死了 钱都你们赚了 是不是 33万 你帮我好好谈一下 墙口也对 你看品质是已经到哪了 再加一点 我问他 必须这一把 我去加他 你看我今天还给你收四个 帮姐姐好好谈 好不好 加就不加了 你帮我好好去谈 好好好 我这个安排吧 可以 不加了是吧 不加了是吧 不加了就 回去吃饭 如果说ok的话你给我打电话 可以可以可以 差不多了我就不跟你在这聊了 走了啊 这个钱 我直接微信给你 好好好 ok 我好好的问一下他 好 像毛毛他们这些中介啊 可能的话赚的 如果料子卖了 他也就赚一个白卡的钱 我怀疑啊 毛毛的话就是嫌赚的太少了 你知道吧 所以要拉一下价格自己多赚一点 所以呢 我就问他有没有料子 有的话 咱们的话就跟他自己收一点 他自己的料子嘛 对不对 他赚的肯定要更多一些 有时候呢 做生意啊 真的还要考虑一下人情世故 是不是 他赚了一点钱 那他可能就会好好去帮我 弹一下那一块料子啊 咱们的话就有机会了 说不定就是那块料子太他赚的太少了 他想再拉一次 对对所以咱们收几块他自己的料子嘛 这料子也还可以了 对这几个料子的话还不错啊 其实如果说但是那个价格 咱们能把那一块拿下那就更好了 然后这些小料子嘛 如果说有翠有真的喜欢咱们的话 可以到评论去留言啊 这个料子咱们就不收代购费了啊 你们拿去玩好不好 来走回公司 咱们的话回到公司啊 然后那个毛毛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哎姐姐谈好了 你看吧有时候就真的是不是 你给他做给他点好处 然后他就都把你磨一下什么的 也就拿下来了 咱们的话但是啊 白卡的话还是要多给他一点啊 人家老板也会给咱们也给他一部分 毕竟那个料子的话还是有转头 他是大家位的东西啊 像这些小价位的话 我说实话啊 赚钱的话也不是靠这一些 然后这料子的话啊 品质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做一些小挂件什么的都挺好看的 冰冰透透的 也有一些底有底色啊 看到没有 给大家随便看一下 像这些料子如果说有最有喜欢的话 咱们就直接联系我啊 然后这个的话 咱们就不收大家的代购费 你们拿去做一些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玩一下啊 那咱们本条视频的话就先记录到这里 如果说你也喜欢斐测也喜欢杨老师 看我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爱你们